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一个版本1.07的时候 就对绝技和武器进行了巨量的优化和调整 那么本次更新呢 添加变更绝技这个选项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一看能更改绝技 就立马上线操作 选择了还手刀的绝技进行变更 哎 我点了一下没有发现变化 还是这两个技能 再来一次 点击更换绝技 哎 这次有变化了 A换成了B 再来一次 B换成了A 并不是啥字定义 就是换了个顺序方便你 然后我不死心 我就又换了一把武器重置 结果还是这样 原来变更绝技 就是变换位置 单纯就是把两个技能的位置换一下 呵呵 我们被忽悠了 除了这个最有意思的变化呢 1.08版本新追加了 一个副战场叫熬战强豪 这是一个连续与 多个头目战斗的高难度任务 通关副战场阴阳12之后 才能解锁这个副战场 这个新追加的熬战强豪的副本 我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测试 以我目前的水平 打到第四个孙肩的时候 就已经气血耗尽了 孙肩和鱼姬是一个场景 然后还有炎凉文丑吕布 这个副本有一个特点 当你死了以后全部重来 这气归零 没有中间储存的功能 打完过后 它会固定给你 五行的校尉连弩和飞降之功 以及一个大将军印 这个新副本 我的测试体验 就是个boss连战 人亡或者是只狼 也有类似的副本 这个追加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于一些追求极限操作 和成就的玩家呢 这是开辟了一个 非常棒的新玩法 因为确实很具有挑战性 一条命要硬抗多少boss呢 我目前还不知道 铝布后面还会有多少boss 如果所有的boss都放进去的话 还真是挺难的 另外1.08版本更新 还有一些修正和调整的其他内容 我觉得都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与修正 不涉及游戏的玩法的改变 这里不再赘述 卧龙 苍天陨落 1.08版本更新的 全部内容了 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增加了一个复战场 可以连杀boss 好了 1.08版本更新 我就说个重点 下面再说说 卧龙 苍天陨落的第一弹DLC 卧龙 苍天陨落 才更新1.08版本 光荣随后就发布了 第一弹DLC与6月29号上线的公告 从公告的插图可以看出 6月底发布的DLC 主要是讲曹阿满的故事 插图上有个动物图案 难道是什么新的神兽吗 除了曹操外图上还有两个人物 难道是虚处和点维吗 我有点开脑洞了 反正DLC第一弹是逐鹿中原 一定会有新的关卡难度 新的武器种类 新的登场将领和boss 也让人有些期待 这DLC第一弹希望光荣能带对我们惊喜 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